读书人的精神家园,每天一篇名家散文随笔经验短片语录,含养心性,变化气质。 我常常想起阮吉的一件事,阮吉母亲过世时,她不哭,按如教的传统,父母句式,是要哭出来的,不哭是不笑,真的哭不出来,也得行无所哭怒。 但阮吉不哭,宾客吊丧时哭成一团,她无动于衷,等到宾客丧尽,她突然吐血树声,这是阮吉表现忧伤的方式,在她看来,母亲过世是我自己的事,为什么要哭给别人砍,她不是没有道德,而是她不想让道德情操变成一种表演。 但中国传统独教的群体文化碰到红体,就产生了竹林基贤,他们是特立独行的个体,活得如此孤独,甚至让旁人觉得悲悯,而要问,为什么要这么坚持呢? 这个社会上的软鱼越来越少,就是因为这句话,在大学任教这么久,自认为是一个好老师,却也曾经扮演过压迫孤独者的角色。 有一次看到女学生为了参加舞会,清晨两点钟在围墙铁丝网上点了六床年呗,一翻而过,我告诉他们要处罚被试,写书法,但不会报告教官,其实我心里觉得他们很勇敢。 后来,我如何大彻大悟呢?因为一个学生,有个学生在校园里贴了张布告,内容是对学校砍述的是感到不满。 这个人是敢作敢当的二愣子,把自己的名字都写了上去,认同的府长叫好,说他身上正义,还有人就在后面,写了一些下流的骂校长的话,但他们都没有留名字,只有二愣子被抓去了。 学校决定要延办此事,当时我是系主任,我打电话给校长,校长说,我要去开会,马上要上飞机了,我说,你给我十分钟,不然我马上辞职,我保住了这个学生,他没有受到处罚。 但是,当我把这个学生叫来时,他对我说,你为什么要这样做,你为什么不让他们处罚我,我到现在还在想这件事。 在群体文化里,二愣子很容易受到伤害,因为他们很正直,有话之说,包括我在内,都是在伤害他,我用了我的权力去保护他。 可是对他来讲,他没有做错,为什么不让他去理力争,去向校长,向讯导单位解释清楚,让他为自己变败,不管是爬墙的女孩,或是这个贴海报的学生,都是被我保护的。 但是,我自以为是的保护,其实就是在伤害他们的孤独感,使孤独感无法完成,我在设法让他们变得和群体一样,就像阮吉等人,都是被逼到绝境时,他们的哭声才震惊了整个文化。 当时如果有人保护他们,他们便无法养天长孝了,竹林七贤中的姬康娶了公主魏妻,是皇帝的女婿,但她从没有利用妇马爷的身份得名得利,到了四十岁时遭小人陷害,说她违背社会礼俗,最后被押到刑场砍头。 她究竟做了什么伤风败锁的事,不过就是夏天穿着后棉衣,在柳树下烧个火炉打铁,这不是特立独行吗?这不是和群体的理性文化在对抗吗?而这是法律在判案还是道德在判案? 吉康被押上刑场的罪状是,上不成天子,下不是王侯,轻是傲事,无异于今,又败于俗,这个罪状留在历史里,变成所有人的共同罪状,我们判了一个特立独行者的死刑。 吉康四十岁上了刑场,好友向秀为他写了私舅父,写到他上刑场时,夕阳在天,人已在地。 吉康是一个美男子,身长八尺,面如关玉,当他走出来时,所有人都被惊动,每次读私就负,我总会为之动荣,生命孤独的出走,却整个粉碎在群体文化的八股教条上,文字选自大家文摘报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